武漢肺炎疫情越燒越烈 现在连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也中标 既传出华航机师确诊后 立委邱贤智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咨询时爆料 长龙航空也有空服员确诊 昨天就有长龙航空机组员接到通知 不过对此交通部显然是状况外 除了华航之外 其他的这个航空公司的机组员 有没有确诊 你有掌握吗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你自己看 这组员你好 接到了有组员确诊新冠肺炎 要隔离 那交通部完全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会不会太夸张啊 这都已经发给好几千人 这个没有没有掌握到 对时长龙航空低调表示 对个案不做任何评论 一切由疫情指挥中心对外回应 至于两名确诊的华航货机机师 交通部今天也进一步证实 目前听起来是货机的 基础人员 但是整个后机的部分 事实上他们有着标准座程序 比如说到了国外的时候 他们要有专门的进出通道 然后不能外出 直接在旅馆 如果据了解这两位机师 其实客机货机都可以飞 只是因为两位机师 都是飞完美国的货运航线 回台后才确诊 才会被称为货机机师 而这趟飞美国的货运航线 过去是被机师们成为恐怖的 魔鬼航线 原本仅派两名机师飞行 但因为疲劳度太高 去年华航罢工时 是机师们首要提出 要求正儿派遣的航线 后来之方同意改为三人派遣 因此事实上这趟货运航线 不只是两位机师确诊 还有另外一位机师 正在居家隔离中 另外昨天有媒体指控 是华航高层隐匿疫情 让机师人心惶惶 华航董事长谢士谦 今天赶紧出面喊冤 想着人都蛮可怜的 但几乎都被限制了 如果你是有可怜的人 你一定会知道 因为这我们一个也不敢放 我跟你讲 是我们是尽我们的权益 去华航人